想象一下你正在市区街道上漫步 突然有什么东西遮住了阳光 一道阴影笼罩在你身上 路人惊恐的尖叫声不断在你耳边回响 身后还不停传来叫车的嘈杂声 这一切都让你感到深深的不安 你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 使你想知道这黑影的来源 于是你转过身来 只见一个巨大的轮胎停在你面前 而这轮胎的高度甚至远超于你 这令你震惊万分 你不禁开始思考 到底是怎样的车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轮胎 你好,我在I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地球上最大的巨型汽车 如果让你为汽车加上一种超能力 你最想加上怎样的能力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超长轿车 大家有见过这么长的豪华轿车吗? The American Dream长度接近30.5米 约为标准豪华轿车的6倍 内部不仅可以容纳75名乘客 还是有一些豪华配置 如游泳池、迷你高尔夫球场 甚至还有直升机停机屏 虽然所有这些设施都得挤在轿车内 但它们都是可以被使用的 这辆豪华轿车是由一位名叫J.Obert的人所设计 他于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博本科建造 虽然他已经进行过翻新 但仍然保留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魅力 如果有机会 E.O也想坐这辆豪华轿车去兜风 怪兽卡车是一种改装车 它可以完成从前空翻到大型跳跃的所有动作 每一辆都以极大的体积著称 而排名最前的巨型怪兽卡车 与长期以来1.67米高的标准怪兽卡车轮胎 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其高度不同寻常 这辆卡车实际上从未在公开场合比赛过 除了高度之外 Bigfoot 5还是有史以来最重的卡车 重达17,200公斤 今世世界纪录将其命名为 最高、最宽和最重的巨型卡车 至今尽管怪兽卡车非常受欢迎 而且由许多制造商受到Bob的创作启发 而设计出自己的卡车 但Bigfoot 5仍然保持着记录 飞机车 Boing 727-2C 以其堪称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之一而为名 因此由它转换而成的豪华轿车也相当巨大 这款Boing 727 Jet Limo 在2004年由墨西哥豪华轿车公司Vaca Limousines创建 它实质上是一架飞机的一半 它被拆卸了机翼和尾部后 与一辆梅塞德斯宾式巴士相连接 公司曾经以每3小时1000美元的价格借出这辆车 广告宣称这辆车虽然长达16米 重达1万公斤 但它仍然完全符合道路交通法 并能够达到时速200公里的速度 如果这还不够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内饰 它的内饰非常奢华 可以容纳40人 设有下城市休息室和客厅 在2007年 它被放在EB上出售 之后它被一位名叫Limabob的人 以27.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洛杉矶或其周边地区 那你可以租用这款引人注目的豪华轿车 每月租金为10万美元 或者有人真的很想拥有这辆车的话 那你可以花费100万美元来买下它 二战时期出现了很多骑行怪状的车 而其中一个最疯狂的 就是古斯塔夫超重型铁道炮 它于1941年首次发射 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炮 其炮管长度达32.48米 高度11.6米 重达1350吨 它还能够以每30到45分钟的速度 射击巨型火炮 射程可达48公里 尽管这门炮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但它在实战中的实用性 却远低于预期 其巨大的体积 必须有约250人 以三个工作点的时间组装起来 再由大约2500人负责铺设铁轨 以及支援空房或其他寝物 才能够开始进行炮弹射击 除此之外 它还消耗了大量的资源 因此尽管它是技术上的奇迹 但它在动态和不断变化的战场上 实在有点太浪费和不切实际 因此在赛凡堡围城战结束后 这个炮很快就被摧毁了 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时间 但它很可能在1945年被摧毁 以防止它落入敌人的手中 虽然一辆纺织车辆在性能上 超越了它的原创这件事 听起来有些奇怪 但这辆稻奇POWERWAGON纺织车 正是这样的例子 这是因为它是来自阿布达比的土豪 哈曼·比哈姆丹奥奈亚迪托建造的 正如大家可能已经知道的那样 这位土豪并不害怕花钱 他花费非常多的钱 来打造一辆超大型卡车 具体的说 他采用了1950年代 稻奇POWERWAGON皮卡的设计 并将所有零件改造成 比它们现实比例大64倍 这是为了庆祝 阿布达比1950年代的石油繁荣而建造的 结果一辆重达50多吨的超大型车辆 就这样被建造出来了 然而最酷的是 它还是一个豪华别墅 它的内部拥有四个带空调的卧室 一个全尺寸的厨房 浴室和一个休息室 此外 铺挡板也可以降下来 当汽车在阿布达比沙漠行驶时 它就会成为一个 可以俯瞰沙漠的漂亮露台 这辆车已经得到了许可 因此它可以安全地 在阿布达比的道路上行驶 那么问题来了 还有什么时候可以去坐坐 Wil Smith是好莱坞 最有趣的演员之一 他的幽默感和演技 让他拥有极其成功的演艺生涯 由于他有着难以匹敌的财富 他理所当然地挥霍了不少钱 其中就包括他 那要价250万美元房车 这辆被称为The Heat的房车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房车 整体约有111.5平方米 他配备了几乎所有的豪华设施 他由佛罗里达州的Anderson Mobile Estes设计 Smith把它当成不是家的家 他拍摄电影期间都会住在里面 因此内部必须非常舒适 那么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第一层拥有专业的化妆台 内置电视 Smith助理的办公室 一个全服务的厨房 一个价值25000美元的浴室 还有一扇按下按钮 就会变得不透明的玻璃门 而且这房车所有的门都是自动的 设计师将其称为 星际争霸站门 因为它被开启或被关闭时 都会发出显著的太空声音 如果需要更多空间 第二层也可以使用 那里有一个可以容纳30人的放映室 配备了自动窗帘 和一个2.54米的下拉屏幕 除了它的内部设施之外 它的动力源也非常疯狂 因为它是有一辆连接车 拖着到处移动的 最重要的是 虽然大多数人很难才能拥有 像The Heat这样的车辆 但实际上它比大家想象的更容易接触到 因为当Smith不使用它时 它会以相对合理的价格出租 几每周9000美元 太空计划的基础 每当NESA制造一艘大型太空船或火箭时 它们都必须面对艰巨的任务 因为它们不仅要将其发射 还要物理运输那些庞大的载具 到发射场地 而且过程中必须十分小心 因此即使一个碰撞或刮伤 都可能彻底改变太空船或火箭的配置 为了让过程尽可能顺利 NESA配备了两辆太空缩运输车 这两辆被昵称为 Hans和France的太空缩运输车 长约40米 宽35米 从地面到平台的高度 可在6.1到7.9米之间调节 它们于1965年建成 每辆的成本约为1400万美元 这两辆运输车在1981年到2011年间 用于运载太空缩 这些运输车 由近30名工程师 技术人员和驾驶组成的团队负责操作 它们在一个内部控制室进行操作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它们对NESA太空计划非常重要 所以它们在短期内应该不会被取代 由德国公司Krabb建造的Bagger 288 是一种斗轮式挖掘机 它让企业可以进行露天采矿 集清楚一个区域的整个表面来寻找矿物 毫无疑问 这些机器引起了争议 尽管如此 由采矿公司Rheinbrow承包的Bagger 288 确实是一个能赚钱的机器 因为虽然花费超过1亿美元制造 但它每天可以挖掘超过24万吨的煤炭 这就像是挖掘了一个30米深的足球场 真的很夸张 而这一切都得异于其挖掘头 该挖掘头直径为21.6米 具有18个蝉斗 每个蝉斗可以容纳6.6立方米的覆盖层 并采集煤炭 因此 虽然Bagger 288不是可稀释设备 但它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运输业务 导致德国道路上行驶了数千辆货车 每天为经济注入了数百万美元 明智的选择 大家都知道 矿场沙石车是庞大的车辆吧 而全球最大的矿场沙石车 是来自白俄罗斯 Ven Lars 75710 于2013年10月首次投入运营 长20.6米 高8.2米 可一次运载450吨负载 这意味着该车辆的长度 相当于两辆双层巴士 高度相当于一个半的长颈鹿 可承载75头非洲向的重量 这辆车最初是为 百俄罗斯的采矿公司服务而建造的 由于其非凡的动力 它能够有效地完成工作 具体而言 它有8个轮子 成对出现 其两个16缸柴油发动机 驱动着4个牵引马达 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工业机器 所使用的4个或6个气缸发动机 事实上 它从引擎中提取的能量非常巨大 其峰值扭矩又为一辆F1赛车的24倍 虽然它相对较短地转弯半径 使它能够在许多不同的空间中 工作得很好 但由于它非常巨大 所以它也有一些缺点 毕竟 其油消耗量估计为 每100公里1300公升 而且其售卖价格高达600万美元 然而 考虑到其优点 买下百俄罗斯这种矿场沙石车 对许多大型采矿公司来说 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 退役的大师 在移动岩石和土壤方面 人们需要一辆重型车辆来完成工作 而在车辆的尺寸方面 没有什么比Big Muskie更疯狂的了 由于它重达12200吨 高近22层楼 所以被许多人认为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车辆 Big Muskie由布塞瑞斯伊瑞公司建造 它需要340节火车车厢 和260辆卡车 才能运输所有零件到工厂 并需要20万人时 才能完全建造整个东西 在大约两年的辛勤工作 和相当于1.85亿美元的 现代资金援助后 它终于完成了 踏长148米 宽46米 高68米 真的非常巨大 它在1969年首次投入服务 开始在445平方公里的 丘陵地带挖掘煤炭 为了挖掘成绩物 它有一个170立方米的斗 为了移动和挖掘土壤 它有18个750千瓦 和10个466千瓦的电动马达 提供动力 它的能源消耗非常巨大 在工作时使用的电力 相当于27500个家庭的用电量 然而 尽管如此 它的使用还是非常广泛 因为在其22年的服务中 它挖掘出了 超过2000万吨的 恶海恶洲赫煤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众开始转向非煤能源 到1991年 它无力可图 无法继续运营下去了 这最终导致了 这台机器的推移 如果让你为汽车 加上一种超能力 你最想加上怎样的能力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